大家早安 很高兴我们有这个机会 我们要来分享财政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当然这个课程 一刚开始 因为又是基础班 所以我只能拿商业型的资料 来跟你们去做开场 可是呢 我接下来第二天 我就会希望说进展到 我们去拿财政部的开放资料 然后跟 其他单位 例如说内政部的资料 来去做一个结合 然后产生大数据分析 那在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要学会认识大数据 还有大数据分析 它的技术是什么 如何应用 那 这我们要花两天的时间 来去跟各位好好的研究 我们的班是基础班 是基础班 所以我会从软体的安装开始交起 然后认识 我们现在说使用的这一套软体叫Power BI Power BI 它是一个免费的做大数据分析的软体 什么时候开始付费 其实我也不知道 不过至少目前它是全世界 还能在第一顺位 在做大数据分析的一个应用工具 第二名是Table Table要付费 所以我们先学会这个不用钱的 那在台湾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像例如说工卫单位 卫生单位 像卫生 卫福部啊 还有像台北市政府的卫生局 它们就会用复费的一个软体 Pable 来去做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这边 我看了一下我们的设备 我觉得比较适合是用这一个就是Power BI 来去做讲解 好 那稍后我们再好好地花一些时间来跟你们分享这个财政大数据分析 那我 我喜欢把我的就是课程 办例奖励 办例奖励都放在这里 好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 比如说我的课程有100多 可能也快200个课程 像今天明天这个课程算一个 这样了解 我里面的课程就是 然后我进五年来就是 封闭不再写书之后 我就全部都在做这个线上影片教学 然后放在YouTube上面 那你放了教学影片要不要放讲义 不要 要不要放范例 要 所以我就放在YouTube上面 所以慢慢的我也变成另外一个网红 YouTuber 好 那这是我放置一些段例奖励的位置 甚至上面还有插连结 可以直接让你们连到影片教学的地方 好 那除了一些付费的还有像那个 里面牵涉到各支的 不能开放之外 其他大概100多个课程都放在上面 好 欢迎你们到时候来去使用它 我姓孙在哪里的 在太阳的阳 这是我的电子邮件 提供点上小老鼠 MSA点 Hi name 早年我是在巨匠电脑公司 总公司专任讲师 然后也就是上次总统府 上次五院八部 你知道的一些所有的政府机关我都去过了 不过这个财政部 财政部是去年 去年我第一次来 但是我之前来的财政部 就是财训所 我不晓得去的是什么地方 反正就是大概你知道不知道的单位 我应该都跑遍 因为我负责的责任区就是新竹伊北 那我有写过50多本的电脑书籍 然后30多张的国际国内的电脑证照 还有所有软体 大概像微软公司 我们是这样被要求 就是微软公司的 Adobe公司的 其他所有软体我们都要学会 然后再去做授课 就是考取证照之后来去授课 所以程式设计部分 像例如说Java 还有像现在我在专研的大数据分析 那包含一些像统计 我们全部都必须要去涉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的话 都欢迎你来提问 不过在这个地方 再容我再智慧一下 我们现在拿到的是大数据的资料 大数据跟统计有什么差别 你回想一下 以前我们去上统计课 课板里面的范例 范例 我们都是抄样抄出来的 对不对 抄样抄出来 大概的样本数会是多少 几百 几十个 甚至有几千个 对不对 对吧 可是我们现在大数据分析 那个数据量是多少 几万 几十万 几百万个 可以了解吗 这样了解我在说什么 这边是一个非常大的差异性 所以 所以 不要再一直停留在用统计的思维去匡限住大数据这件事了 因为我们小数据我们有一个样本要去补充母体这件事要做检定 对不对 有听过检定吗 什么Z检定 但是我抽到的是母体 所以我用Z检定 所以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检定 因为你不可能 好我调查全台湾所有所有每一个人的收入 你一定是用抽样来去做 对不对 可是现在大数据呢 不好意思 两千三百万人口 我从每一个人的那个收入我全部都要得到 我才能做大数据分析 可以了解吗 所以抽样要做检定 大数据分析要做什么 没有 因为目前就是没有这个学理在支撑大数据 所以大数据我们要看的是什么 预测 预测它的趋势是成长还是下降 可以了解吗 这都是很不一样的观念 所以我只能告诉各位 我们到时候要教你怎么样去做自动分群 怎样去做一个预测 然后让他做得更精确 我们在谈的大数据分析是在做这件事 好 那比较不太像统计 但是我们又必须要先有统计的基础 可以了解 所以多多少少都会跟你谈到这些观念 好 我这边还留下我的微却跟LINE 没问题 所以如果你对我有更多的兴趣 或者是想要一对一的去讨论一些问题 那都欢迎你去加 不过微却是方便对岸的同胞同学 LINE是针对像我们台湾地区 所以我真的告诉各位 这边问我的问题的人会比较多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人口数多 知道吗 好 所以我希望说你们要是有什么问题的话 也都可以用LINE来去互相联络一下 那就是我把我的资料全部给各位 在民国一百年我就跟巨匠说拜拜了 然后我想说我的人生应该还可以再多做一些其他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我喜欢做的是教书 读书 做研究 所以我就希望说我未来是在做一些跟人类疾病有关系的研究 所以我就跑去国立阳明大学 然后继续攻读我的学位 那现在已经是博社候选人 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毕业 但是我会希望说把我就是资讯这方面的专产 能够跟生物专家医生结合 然后解决我们的一个这个两百年癌症还没有解决的这个议题 如果有一点点小奉献 我都觉得这是值得奉献的 好 所以在生医这个领域有太多太多需要做大数据分析了 随便光明一个人的23对 应该是22对加1对性能射体 他的一个DNA sequence 就值得好好的分析 那你的数据量是40G 就一个人就40G 所以那要是有所谓大数据分析 那我们至少都要几万人 像我们现在那个中营院 我们希望取得的是30万人 30万人 然后来去做这种大数据分析 好 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对于这个癌症有更加的了解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要先来看一下这个大数据分析 当然我要选给各位的是这个网址 这个网址 我们先来看一下我的资料 首先 首先我现在想要讲一下我的范例讲义 我全部都电子化了 方便你到时候就不用再问我另外一个课程范例在哪里 所以我给各位 我是透过网址的方式给各位 所以第一件事情 请打开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之后 在浏览网址列这个地方 直接输入https-go.gl-ytz-rxt 可以吗 这是我的范例跟讲义的位置 我们现在就要请各位跟着教者做一遍 范例讲义 下载 下载 hptps- 冒号冒号冒号 然后一个冒号 斜线斜线 斜线有两个 然后 goo-gl 斜线 注意哦 注意后面这个 y是小写 p也是小写 z也是小写 可是后面这三个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r一定要大写 x小写 t一定要大写 好 请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r跟t一定要大写 然后接下来呢 你就按一下enter键 反正你要操作的部分 我会慢慢的教 然后你看像我们今天的课程是财政智慧 因为我最近都在教就是其实我的专长本来从美工啊网页动画 呃 办公室应用 城市设计 然后慢慢 现在我比较就是多的课程 就是说像例如说光字交 或者我也是要教高效文件制作 所以高效就是很多人他在做做文件是可能用头发炼钢的方法 可是怎么样回归到正确有效率的方式来去做这个我的如果你想要看这部影片 那就请你点这个影片连结就可以开始去YouTube的网站来去观看 这样可以了解 好 然后这里面绝对不是30分钟一个小时 这里面可能很多个小时的内容 所以其实是连到一个影片清单 然后你就从第一步开始慢慢去看 好 接下来这是今天嘛 2020年1月13号 财政智慧 因为其实这边其实就是大数据分析我们期望我希望我们下完课之后呢 我们要拥有一个就是说大数据这边那个帮我们分析出来它的行为模式是什么 然后看能不能形成政策 这个过程就叫智慧 那当然用的资料就不是商业资料了 如果用的是商业资料我们叫商业智慧 有听过BI 那我们现在用的是财政资料的话 那我们就变成财政智慧 好 你喜欢这个名称吗 期待希望早一天我们能够达到透过例如说资料看到的一些事情来去做一些政策 这个女病的参考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讲义 有范例 可以哦 好 那首先你点一下这个讲义 点一下那个讲义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就有大数据分析应用基础 我们的讲义 好 你可以把它点一下 左上角 左上角这个图示 它就会去做下载 可以吗 好 这个是 这个是讲义下载的方式 讲义下载 你就这样取得了电子讲义 那我要请各位做完这个讲义的下载之后就请关掉了 关掉这个视窗 关掉这个视窗 对不起 好 我们就把它关掉 因为它已经下载好了 接下来 接下来我们刚刚是不是讲说 我的课程还会有范例啊 对不对 好 我现在要请各位 顺便把我们的范例也下载下来 所以一样是在1月13号这个财政智慧 右边 右边 然后接下来这边有什么 有范例 范例下载 甚至最右边还有成品观摩 我会把今天我上课做完的成品 我就直接放在这个地方 方便你们来去 学习上的一个比对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现在要请你们先点选是这个 范例下载 不要点错误了 13号同学有问题吗 好 那没有问题 我们继续 先关掉了 然后接下来范例下载点一下 这里面 就多了 举例来说 这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有一个范例档 还有一个软体 软体安装档 有听到吗 麻烦请各位先不要点这个软体的安装档 好不好 先不要点 让我先下载完毕 因为我们的电脑都还没有装Power BI 可以了解 我只是说请你们先看我做一遍 先看我做一遍 这个先不要下载 这个范例是要下载的 好 先让我下载完毕 你们再下载 所以第一件事情 范例下载 我把它点一下 左上角这个超市范例下载 这样我就下载好了 接下来还有这个Power BI 请让我先下载完毕 然后他说无法下载这个扫描档案是否含有病毒 他只是一个警告 好 但是我仍然要下载 他这样才会去下载 因为Google公司他也是蛮重视安全性 反正你从网路上抓下来的档案 他在这个地方他会要求就是做一些 做一些什么动作 做一些检查 好了 那这边 这边会下载吗 因为这边下载动作很慢 一定是在座已经有同学不听话 你跟我同时再去抢那个频宽 好 我也不下载了 反正我已经下载好了 我先取消 取消 就直接把它删掉了 好了 这样可以了解吗 下载 那你们自己慢慢去下载 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 好 下载好这个档案会在什么地方 我稍后再交 可以吗 下载好这个档案 我等一下再交 这件事 好 就请你们先去把范例跟讲义下载好 下载好 下载好之后就所有视窗都可以关掉了 可以吗 你现在可以开始下载那个软件 对可以可以 对可以 对可以 可以 人要下载 好 那就放着让它慢慢去下载 可以吗 可以吗 呃 因为等一下安装还蛮快 因为这是大概200mg的软件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先得到 然后等一下再教你们怎么去安装 可是在这段时间 我们先教点认识大数据 可以吗 教完认识大数据是什么 之后我们再来学认识Power BI 然后接下来去安装软件 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观看一下 大数据 您看一下 刚刚我们下载了一个范例 我们刚有下载范例 有下载成品 它会在什么地方 请看我的视窗说明 我先把所有视窗都关掉 这是我们桌面 我们下载的档案 下载的讲义 范例 它到底放在什么地方 因为我们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下载到本机的硬碟里面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第一件事情 应该打开我们的资料夹 对不对 首先 左上角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下载 对 我刚刚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当然就会放在下载这里面 有听得懂这个逻辑性吗 因为我们第二天要教比较困难的 韩式 或者是你讲说城市 大数据分析一定有牵扯到城市设计 所以我希望每个环节你都是听懂 例如说点选这个左上角的下载 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 我刚刚是不是有下载 那个大数据分析应用财政部 对不起 我刚刚有下载讲义 讲义在这里 有看到吗 讲义在这里 然后范例 超市范例是不是在这里 然后还有等一下我们做完 还会有一个叫Power BI Desktop Setup 这个就是安装程式 可以吗 现在你可能这个档案还没有出现 可是至少你会已经有讲义了 好 所以从网记网路上下载下来的档案 它会放在什么地方 放在我们电脑本机 所以打开打开我们的资料夹 再来点选左上角这个下载 因为你是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当然放在下载这个地方 可以吗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们总共要上哪一些内容 其实我给各位的内容包含了进阶 进阶 我只是大概要让你知道一下 在大数据分析啊 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什么是大数据 然后接下来 那我们当然要去认识一下 现在所使用的工具 工具就是Power BI软体 然后接下来呢 你要学会怎么去软体的下载 然后安装 对不对 那Power BI要不要注册呢 其实它是免费的软体 可以不注册就使用 所以等一下哦 请你一定要记住哦 可以不注册 可以不用注册就可以使用它 等一下我会特别教你这件事 而且如果你真的想注册 如果您真的想注册 那也是要用组织域的电子邮件 举例来说你财政部的那个电子邮件 不是Gmail 听得懂吗 微软公司或Google公司 他现在要求你要去注册 几乎都是希望你注册是一个网域 为什么 他行销方便 他重点要的是 重点要的是 假设你这个组织内有一个人的使用 到时候一定会有一群人来使用 所以他现在都出 就是个人版免费 个人版不用钱 好不想要各位可不可以理解 Power BI Desktop不用钱 如果是Server版 它叫Report 它叫报告的伺服器版 有听懂吗 它的价格你们猜多少钱 Desktop不用钱 Power BI的Report Server版 要多少钱 一千万起跳 听得懂吗 好我希望你了解一下 反正就是 反正我先把小鱼先钓上来 钓上来之后 这些小鱼会回去反映说 我们应该都需要这个东西 好我们到时候 那个再去就是花很多钱 去买它的一个报告伺服器版 就是Server版 这样可以了解 好 接下来我们要先从取得资料开始 取得资料我除了会讲本极端的资料 我还会讲网路上的开放资料 好甚至是一个网址 当然资料库我没办法讲 但是我们这边有非常非常多的你们 因为我不可能连到你们财政部的任何一个C Code 来去做下载 好它里面还包含了像脸书啊 还有像那个GA 好 这些都可以去取得资料 分析一下 谁来按赞 小三是谁 这都可以去调查出来的 好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 Power BI 大数据分析 最重要就是视觉化分析 视觉化分析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还是您要先了解怎么样做分析 然后怎么样去做这些视觉化的呈现 让人一看就懂可以直接进入到资料分析 再来我觉得这里面更重要是自动分析 什么叫自动分析 自动分析就是说 假设这边是一台超级电脑 这边这一台是超级电脑 好 比如说超级电脑 我现在想要看 比如说财政智慧 好 他就直接帮你画课出来了 你听懂吗 这叫自动分析 等一下我们今天在中午吃饭之前 我就会让你见识到什么叫自动分析了 自动分析的意思就是 不用人再去分析了 这样了解吗 好 那反正有很多观念全部都加进去了 那所以请各位 对我先小小问一下 你们以上应该都会吧 我应该不用在财政部问这一个问题 请问SUM函数会不会 以色谷里面的SUM函数一定都会吧 有没有谁不会的 我真的在行政院遇到 遇到 他说 他的电脑打开来 他只会去word跟简报 PowerPoint 这样了解 他不会再去以色谷里面 好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今天来上次的大数据分析 应该你是要对 你是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 有没有谁 就是没有修过统计学 应该都有嘛 对吧 所以这些事情应该都不用在这边再问一次 可以了解 因为毕竟是在财政部这边 好 那接下来我们到底要分析什么呢 再来然后把这些图全部都用视觉化的方式来去看 还有就是像例如说 我们重点是想要去看一下他的行为模式 甚至还有我觉得这个新功能 9月 2019年9月才出来的一个新功能关键影响因素 这都很重要 这都非常非常重要 好 再来 他里面有很多韩式 其实才40多个韩式 40多个韩式 这个韩式它取名叫做Dax D就是Data A就是Analytics X就是方程式 好 请你在网络上 假设你要搜寻Dax 前面一定要加Power BI 因为Dax也是德国工业指数 可以了解 所以你只要打Dax 出来的第一顺位一定是德国工业指数 不是微软公司Power BI的资料分析方程式 可以吗? 所以这里要请各位稍微做一下 你看一下我在初阶的时候会教你们Month S-U-M 最难最难只会交到这边 只会交到智慧函数 结束 期待 希望我们还有更多的火花 因为毕竟这是 这是财政部这边大数据分析开的第一次的课程 我们有分初阶有分进阶 所以希望如果说您了解了这些 我们后面还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 是需要你来了解的 好 再接下来我就实际一个范例 例如说以客户来分析 那我们要看到哪些的事情 好 所以这个课程我会比较偏重的是应用这部分 让你们去了解 了解 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就是预测 预测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 对 如果你想要知道很多事情的真相 其实自己学会使用应用Python的爬虫程式 来去把网络的资料 网络的新闻抓下来 好 我们现在哦 就来先看一下一个主题 什么叫大数据 什么叫大数据 大数据 请你不要再去背什么三个V四个V五个V 这个我觉得它虽然它只是一个观念 它只是一个观念 可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 好 大数据分析 就是假设当你今天想要去学大数据分析这个 这个课程 我不晓得你想要学的是什么 好 可是我先可以让你先知道一下 当我们今天把一个BigData就是大数据 然后呢 直接把就是说它的其他词跟词之间的关系 我们用的是出现频率透过大小的方式来去呈现 然后构成这个像云一样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叫它文字云 然后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BigData与什么最有关系 有没有看到Storage 有看到Storage BigData跟储存的设备有很大的关系 那你想我们现在假设我要去做财政部 例如说每一个人的收入的资料调查 那你是不是要准备一个 准备一个我觉得还蛮大的一个资料库 或者是一个容量空间 那可是假设你今天要思考的一件事 我要收集的是今年要不要收集到明年 要 要不要收集到后年 要嘛 对不对 甚至未来的10年20年100年资料 是不是全部都要收集起来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容量空间就要很大很大很大 你不能只想到现在 好 所以第一它因为大数据 所以它有很大的容量空间的需求 再来请问你可能除了要收集每一个人的收入 你需不需要再收集其他的资料 有可能呢 例如说假设你今天你要去收集那个各行政区好了 那行政区其实会有时候会变来变去 会合并啊 像那个六都在20 在103年不是有有几个县市 它是不是就升格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你应该也要记录这些内容 所以它其实这个资料库还牵扯到另外一件事 就是里面可能会你要收集到的是影像 除了文字数字 你可能还会收集到什么 收集到影像的资料 声音的资料 好 这样可以了解 例如说好了 气象局 它要做大数据分析 需不需要把那个大气的那个变化图 全部都收集起来 需要吗 好 所以这是要请你们稍微知道的 再来请问一下 请问一下 当我们今天收集到这些资料 大数据分析 你是不是要应该要有一个很好的技术 以前你怎么做数据分析 以前我们就针对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我们就用Excel打开来 把这数据去做资料的整理 然后再去画出一些统计图 这是以前嘛 现在呢 现在有没有更好的技术 这就是我们要教你大数据分析里面的技术 再来请问一下 这里Big Data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一个叫分析 它的分析的方法是什么 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它的分析方法重不重要 当然很重要 当然很重要 那我们稍后就要好好的去跟你分享 这个技术 它的策略是什么 它的技术是什么 然后怎么样实现它的分析 这就是我们应用在教你的事情 那当然你在做大数据的时候 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 取得资料就在讲的是Storage 好 所以 在这个地方 你今天晚上你回家的时候 你再回想一下 如果你今天看的是这一堆文字 我刚刚介绍 其实就在介绍什么容量大 那个资料的各个型 这个多样性 有文字啊 有数字啊 影像啊 还有它速度要很快 所谓速度要很快 是什么意思 当你今天 资料一进来 马上就要视觉化 及时更新 例如说 你去看股票的那个 就是每一秒的一个变化 对不对 你还是希望说 它一个小时候再跳动一次 不可能嘛 这样会不会影响到你去购买 好 所以这都是大数据分析的特色 但是请你稍微知道一下 你看文字跟看这个图片 哪一个会记得比较久 一定是这个 就是你只要记住一件事 我们这个课程就是要教你 哦怎么样去把在 例如说硬碟里面资料 取得放在Power BI里面做分析 它的分析 分析就会有很多很多的一个策略 它的策略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上课要教你的部分 好 那再接下来 什么叫Power BI 我觉得当你 因为以前的Power BI 它网站上的图示是长这个样子 我觉得这样子会比较好 这样子的呈现会比较好 来去让我们解释 什么叫Power BI 好一样 假设当我今天我们就输入Power BI 这个是微软公司的官方网站 点下去 你看哦 Power BI 欸 Power BI有一句很重要的话 Power BI 有看到吗 互动式爆表 但是我觉得它那一句话不见了 好吧 那我们就只能去看现在的官方网站 告诉我们什么 你看哦 中文字看到吗 将资料转化为商机 将资料转化为商机 我觉得这句话 描述的并不是那么 就是针对功能性 没有描述的很清楚 但是对于它的应用性 它已经做了非常非常棒的诠释 主要就是这个商机 然后它后来放了一部 跑的很快很快的汽车 放在这个地方 好 可是我觉得之前 之前 它放在首页的图片比较好 就是讲这样子 好 Power BI是什么呢 Power BI 其实 它就是画出很多很多的视觉画图表 然后接下来方便让你去点 例如说 当你点了这一个 这一个 视觉画报表里面的这一个部分 然后呢 这个地图会跟着直接改变 这个染色地图会跟着直接改变 可以了解吗 好 它是在做一个互动式 互动式的一个资料统计 然后再来它可以跨平台 这是手机 这后面 这个是什么 这是平板 那后面这最大的 这就是notebook 它可以在很多不同的device 就是装置上面看到 所以假设你今天做完这个大数据分析 你可以把它发布出去 发布出去 让你的主管 或是想要看这个报表的人 可以在不同的平台上面看到 这样可以了解 好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它要告诉我们的这件事 那Power BI可以做到这些事 这样大概了解 那接下来就是Power BI如何下载 我们先问一下好不好 请问一下你都下载完了吗 当然看一下好不好 还没下载完 还剩多少 还没下载完麻烦举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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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概160Mb 大概160Mb 好 因为下载完毕我们才能去教安装 好了 那我现在就要教你安装 好 一样来看我的画面 首先 假设我今天 我没有这套软体 对不对 我想要去下载下来这套软体 然后再来安装 所以我们现在来观看一下 首先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等一下你不用再刻意下载 因为这样又在抢频宽 有听懂我的意思吗 你已经在下载中 等一下你不要真的又再去下载一次 好 你只要下载刚刚那一次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首先 Power BI这套软体怎么取得呢 首先 先回到我们的Google Google的网站 到Google网站 我们就直接在搜寻引擎里面输入 Power BI下载 Power就是有力量的 对不对 BI就是商业智慧 但是我觉得你这样翻 我觉得不太好 它就是应该叫商业智慧工具 这样听得懂 就是做商业智慧的一个工具 好 然后接下来 Enter 你这一段不用做 因为你现在已经正在做 然后接下来 可以发现它可以下载这个 Power BI加 加什么 这是桌机 桌机 好 那所以你稍微要知道 它有一个版本叫 Power 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再来 再来 它还有什么 Mobile版 刚是桌机版 这个是什么 Mobile版 还有什么 对 那如果你是平版呢 一样是下载这个 请问你拿到 如果你的手机 手机 你想要去下载这个Power BI 怎么下载你知道 如果你是用iPhone 你就去什么 如果你是Android的手机 你就去什么 Play商店 去下载 Microsoft Power BI 可以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因为如果说你的主管 他要看到你做的报表 那他的不管是手机或平板 你应该要去帮他去下载这个应用程式 好 那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看到什么 内部部署资料杂道 有看到 这些 就蛮贵的 尤其这一个 报表产生器 好 这个主要是一个Server版 Server版 请问你画好 你这个单位画好的这个报表 谁不希望给 例如说 全世界 美国也看到 日本也看到 韩国也看到 网路上只要浏览者都看到 希望吗 不希望 对不对 好 你希望有限的人看到 就是你们单位看到了 这个时候 你就要付出非常高的金额的代价 这样了解吗 这是花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花钱可以解决的事情 好 就是要买这种版本 好了 我们先看 这个版本是不用钱的 接下来呢 请不要点这个下载 不要点这个下载 要点这个进阶下载 进阶下载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边有看到这个区块吗 他这边又不画这个区块 这个蛮可惜的 这个是Power BI Desktop的进阶下载 因为我们现在的作业系统 有可能是32位人跟64位人 像我们财政部这边 我要告诉你 财政部这边 因为大量都是在统计一些数字 文字 对吧 你觉得气象局 他们的电脑等级 会比你们 会比财政部的那个电脑等级好很多 因为他们可能要处理很多一些 图片的资料 可以了解 好 所以财政部这边 真的 真的 现在还是在用32位人 为什么 你们知道吗 是财政部 不受重视吗 不是 真的 32位人处理数字的那个速度 会快非常多 如果你拿64位人同时去处理数字 还有30位人 还有30位人来去处理数字 是30位人一定会战胜 64位人 因为他把每一个位员都是用64位员来去模拟 就会浪费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可以理解吗 好 不过不理解也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34位人 他还是跑得动的 然后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要点进阶下载选项 那你怎么知道你的电脑是34位员还是64位员 好 我现在做给你看 你看 这边这个开始 开始 点下去 滑鼠右键点电脑 有看到内容吗 电脑的内容 我们的电脑内容 现在所使用的作业系统 作业系统是32位员 有看到 就是我这台 我这台是32位员的作业系统 请问我能不能去安装64位员的Power BI软体 不行 有听懂吗 这意思好像就是说 我的汽车是吃汽油的 那我能不能去充电 不行 有听懂我的意思 你回去你要检查 你到底要安装32位员还是64位员 你要去看你的作业系统 你要是不知道你的作业系统是什么 你就按照我现在这种做法 你是不是就可以知道了 我这边 我们这边 是不是32位员的作业系统 对不对 好 在我画面我就关掉了 所以在 这个 点下去 它是直接帮你下载64位员 有听懂 结果你到时候就说 老师我下载好了 但是不能安装 好 为什么不能安装 因为64位员装不进去到32位员的作业系统里 好 64位员的Power BI软体不能装到32位员作业系统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要点进阶下载选项 进阶下载选项没有问题 因为进阶 刚刚那个下载只能下载64位员 那你要下载32位员的话 是不是要到进阶里面去找 然后接下来这边要翻译这个网页吗 先不要 然后拉下来一点点 因为你看嘛 在这边你能够做什么操作 不行啊 不行 对不对 你就只能在这个地方 它说输入 不 重要 重要 什么重要 你要去下载英文版 还是什么版 这边是不是要先做一个选择 所以选择点选什么 Chinese Traditional 繁体中文 繁体中文 可以吗 虽然是繁体中文 但是您还是要忍耐一下 里面有很多的用词啊 是大陆人的习惯 因为那个翻译这件事情 不会找台湾来做的 一定是大陆来做这件事 因为大陆的那个使用量 比台湾这边多 非常非常多 好 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这边 这边有看到吗 是不是换成中文繁体了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就点这个下载 这里面是不是有分 一个叫X64 前面都是Power BI Power BI Desktop SETUP 就是安装程式 后面有看到一个DageX64 这边没有看到X64 对不对 因为是先有32位元 再有64位元 对吧 我们预计10点半来下课休息 就是上课上一个半小时再休息 所以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这边绿色它是没有特别标32位元 我们现在就是要选择 这样了解 那64位元就是上面这一个 原有的原本是不是32位元 所以当后面增加 假设未来64位元的时代也不够用 假设我们变成 你知道下一个会变成几位元吗 128位元 当然现在还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但是未来我不知道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是不是要这个32位元 所以就在前面打勾 然后点选 Next 进行 档案的下载 现在不要做这件事 因为这边我不晓得为什么 更慢 更慢 所以我就只好把这个档案 我先下载下来 放在我的网路上 放在我的刚刚教学平台上面 然后让学员去下载 可以吗 现在你们做到什么程度了 现在要玩的吗 好 大概16 你看嘛 这边 对不起 258Mb 那还一半呢 这样可以了解吗 好 那我现在 因为我已经下载好了 我先做安装 因为安装很简单 我现在把所有视窗都关掉了 我现在把所有视窗都关掉了 所以关掉 关掉 请问那个软体下载32位元 会了吗 会了 你回家你要看你的设备 是64位元还是34位元 好 当我今天下载好 下载好的资料 会放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又老问题了 所以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 打开资料夹 然后点选 左上角的下载 我刚刚从网路上下载下来的 Power BI Desktop Setup 注意哦 这后面没有 插64 对不对 好 这个档案呢 就是Power BI的档案 安装程式 快速点两下 因为我现在要去安装 所以怎么安装呢 好 首先出现这个安全性警告 所以点选什么 执行 因为这是我告诉电脑说 我现在要装这套软体 所以点执行 然后接下来我们当然要选择语言 选择什么 繁体中文 选择中文 下一步 然后他就准备去做安装 准备去做安装 然后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有上一步 下一步取消 对不对 当然这边我们要选择的是什么 下一步 然后这个要不要接受使用的合约 使用的条款 合约的条款 当然要遵守 好 当然要接受 所以这边打勾 然后点选什么 下一步 然后接下来装在什么地方 装在我们的就是C碟底下 我们也就只有C碟可以装了 好 可能要麻烦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明天早上你来第一件事情 麻烦如果说你的电脑已经还原了 就要麻烦请你再装 这样可以了解 不过好像明天不会还原 反正就是我们这个课程 他不是天天还原就对了 好 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 如果你没有 你就重新去网络上下载下来 好 点选什么 安装 好 那接下来 剩下来就是开始他先验证 然后更新一些元件 然后开始去完成复制 好了 好了 对 就是 然后接下来你看安装是不是蛮快的 然后接下来呢 看你要不要直接启动 我先暂时不启动 然后点完成 好了 我安装完毕之后 你在桌面上就会看到这个图示了 如果说你日后不是要用桌面的捷径开启Power BI 你可以点选左下角的开始按钮 然后接下来从上往下来去找 所有程式里面的Microsoft Power BI 你一定要先从M开始找 这边Microsoft Power BI Desktop 都可以点它 然后执行打开Power BI 可以吗 所以这就是那个Power BI怎么样去安装 安装很简单 那我们第一次启动Power BI的方法 是这样子 稍微注意一下 有几个按钮 要请你们做完 首先你现在打开Power BI 它长这个样子 对不对 因为我的画面 它会出现这个起始 起始的一个画面 有看到吗 因为我的解析度已经被设定到1024x728 算是比较小的解析度了 好 这个起始画面右上角一个插插情把它关掉 这就是我们的Power BI 这就是我们的Power BI 可以吗 这就是我们的Power BI的画面 所以我想现在可能就要请你们 如果安装 就是做安装跟向上 谢谢大家